人类的衰老是大自然的剧本,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是人类这个种群为了全种群的福祉而做出的最佳设定 人一旦进入衰老,就如一辆负重的货车,再走一个下坡路 刚开始下坡时,速度不快,但随着下坡的时间增长,下坡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了解人类衰老机制后如何科学而有效地延缓衰老 让这个负重的货车在衰老这个下坡路上走慢一点,走缓一点 首先,抗衰老的目的就是想活得长寿些,生活质量高一些 而寿命长短,或者说衰老的快慢,是有一个DNA为难本的 也就是每个人的寿命与衰老的快慢和遗传有莫大的关系 一般来说,长寿的人,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也是长寿的 但是,是不是遗传基因决定了一切呢? 如果基因决定了一切,那我们就没有能力抗衰老了 丹麦人是最早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 研究人员收集了数万名双胞胎的数据 包括基因完全相同的同卵双胞胎 和基因相似度约50%的异卵双胞胎 跟踪研究他们近一个世纪 结果发现,基因对寿命的影响只占了20%到30% 而环境和生活习惯,包括饮食、运动、吸烟、社交关系等等 对寿命的影响占70%到80%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双胞胎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 而另一个过着不健康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寿命会显著不一样 原来,基因遗传不是全部主宰了一个人的寿命 那就符合了这样一句话 而且,这个双胞胎的寿命对比研究表明 基因确定的是最理想的程度下最长的寿命 但实际上是否能达到 还是需要与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等各方面配合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族基因 人各有命,人比人,比死人 那我们今天就来个不求与人相比 但求突破自己 看看如何在自己的基因允许范围内 最大程度的健康活道设计寿命 科学的减缓衰老 有样学样,放眼大自然 看看谁的抗衰老 延长生命的功课做得最好 世上有这样一个动物,寿命比同体型的动物长20到30倍 而且皮肤光滑有弹性 科学家研究了几万只这种动物,没有一个得癌症的 就算放到了致癌化学环境中,也永不得肿瘤 这个动物在抗衰老这一科中有这么好的成绩 我们一起来看看是否能抄点作业 这个抗衰老的佼佼者叫做裸岩鼠 它全身皮肤细嫩,能活到30到40岁 一般老鼠只能活1到3年 裸岩鼠的340岁寿命,与同体型的孽齿类动物来说 简直是神仙级别的了 相对于人类来说,裸岩鼠就等于能活到1000岁 那就是1000岁老人级别 这就很值得我们学习一下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裸岩鼠的功课 看看有什么可以抄一下的 科学家研究发现裸岩鼠体内有大量高分子透明炙酸 这个高分子透明炙酸可以防止细胞与细胞之间接触后过度的增加防止 而癌细胞就是这样一种细胞 它缺失了这个防止过度分裂的功能 而导致不断的分裂防止形成肿瘤 而且这个高分子透明炙酸还保持了裸岩鼠的皮肤细嫩和高弹性 高分子透明炙酸到底是什么呀 能不能给我们也来一些 这个高分子透明炙酸 换个名称大家就明白了 它的另一个名字叫玻尿酸 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把裸岩鼠体内不一样的玻尿酸 应用到我们细胞抗癌上来 所以我们要抗衰老 希望能够等到那一天 其实玻尿酸我们身上本来就有 它存在于我们的皮肤、关节、眼睛、血管、心血管系统等组织中 玻尿酸的作用有 使皮肤有弹性、润滑关节、减少关节摩擦 特别是过了30岁的女性 做运动时发现骨头关节咯咯的响 其中就是这个玻尿酸的流失 玻尿酸还能湿润眼睛 维持眼球形状 保持视力 维护心血管弹性 防止动脉硬化 有助于牙龈修复 维持肺部弹性 支持呼吸 维持神经细胞信号传递等等 玻尿酸在延缓衰老上甚为重要 那么我们如何补充身体所需的玻尿酸呢 玻尿酸广泛存在于动物的结地组织 关节软骨和动物的皮肤中 常见的食物有猪皮、鸡皮、鸭皮、三温鱼皮、鸡爪、猪蹄、鱼箪、也就是所谓的花椒和动物内脏等等 这些食物不但含有很多的玻尿酸 还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 胶原蛋白是人体内最丰富的蛋白质 主要存在于皮肤、关节、骨骼、肌腱、血管、角膜等部位 它的作用涉及抗衰老 保护润滑关节 保持骨骼密度 促进伤口愈合 强化肌肉 维护心血管健康 保护肠胃 提高消化功能 等等多个方面 而且胶原蛋白和玻尿酸一起作用 能保持皮肤光滑细致 皮肤好是抗衰老中重要的一个方面 叫容貌抗衰老 但是这些食物中的玻尿酸和胶原蛋白 不能直接被身体吸收 它们只能作为原料 配合其他促进合成的营养 在身体内合成玻尿酸和胶原蛋白 什么是其他促进合成营养呢? 那就是富含铭的坚果 例如杏仁、腰果、核桃 还有绿色蔬菜、穀物和深海鱼类 如鲑鱼、鰻鱼等等 另外还需要富含维生素C的水果 含新的贝壳类、牛羊红肉、芝麻等坚果类 这些含新的食物还能促进细胞的修复 这里当然不能缺少富含植物雄性激素的大豆及豆制品 绿茶 这些食物促进玻尿酸和胶原蛋白的身体合成能力 身体一方面要求补充玻尿酸和胶原蛋白 一方面要预防它们遭到破坏 科学家发现 胶原蛋白和玻尿酸就像皮肤里的弹簧 让皮肤紧致有弹性 但身体摄入过多的弹 弹粪会捏住这些弹簧 让它们变硬、变脆、失去弹性 这个过程科学家称它为弹化反应 弹化的皮肤就会松弛、下垂、皱纹变多 西方女性的皮肤衰老比较快 某种程度上是跟这个摄入过多弹粪有关 这个弹粪的摄入 不但是显而易见的寒糖食品 如可乐、巧克力 还有包括精致碳水化合物 如蛋糕、白面包、米饭等等 因为它们经过加工 去除了大部分纤维 容易被消化并迅速转为葡萄糖 造成血糖增高 近来促进了糖化反应 破坏玻尿酸和胶原蛋白 而选择全谷物食品 如全麦面包、燥米等含纤维丰富的食品 这样可以帮助缓慢释放糖分 减少糖化反应 减少对玻尿酸和胶原蛋白的破坏 保持皮肤、肌肉、骨骼、眼睛、心血管等健康 裸岩鼠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动物 以其超长寿命和抗衰老能力闻名 与其他哺乳类动物相比 裸岩鼠的寿命异常的长 它的衰老过程也非常缓慢 研究者们发现 裸岩鼠的皮肤拥有比其他动物皮肤更强大的DNA修复能力 特别是在应对自由基造成的损伤方面 由于裸岩鼠生活在地下 皮肤没有暴露在紫外线之下 紫外线会刺激皮肤产生大量的自由基 自由基是一种不稳定的分子 会攻击细胞、DNA和组织造成氧化损伤 关于我们详细自由基的故事 请看我们的另一个视频 为什么会衰老 皮肤的氧化损伤 会加速皮肤衰老过程 而不受紫外线干扰的环境 有助于裸岩鼠维持细胞修复和再生的高效能力 进一步支持它们的长寿和抗衰老特性 所以我们实弹地减少接触太阳光中的紫外线 可以减少自由基的生成 保护皮肤免受紫外线伤害 降低衰老和癌症风险 探讨了这么多抗衰老的饮食和避免太阳晒 这些都是抗衰老的一部分措施 那身体的衰老是涉及到身体的方方面面的 到底怎么才能可以全方面的抗衰老呢 上一个视频为什么会衰老中提出 人的衰老是因为大自然的设计 也就是说当人老了 身体就会通过一系列的主动操作 减少相关激素分泌来实现衰老 下面就要讲一下另一个重头系 如何骗过身体的衰老机制 延缓衰老 裸岩鼠生活在东非的干旱地区 包括肯尼亚 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 都是些年鉴水量低的 干旱而又较少树木的草原 食物匮乏 裸岩鼠终身劳动 在艰苦的环境中心情觅食 而且它们是住在洞穴里 在干巴巴的土地中挖洞 可是妥妥的体力活呀 这些恶劣的环境 使裸岩鼠的体力运动量特别大 这促使了裸岩鼠身体能分泌一系列的激素 促进身体的修复 增强免疫功能和抗衰老 这个方式同样适用于人类 科学家发现 当我们进行运动时 身体就会分泌出一些特定的激素和分子 它们的作用能使整个身体机能都活跃起来 从方方面面都进行了抗衰老 正如俗话里说的 就像全身打了积雪般 详信来说 运动促进了生长激素的分泌 生长激素可是抗衰老的一个关键激素 它对损害组织修复 肌肉合成 脂肪代谢以及维持骨骼密度有着重要的作用 运动尤其是高强度的运动会刺激身体分泌更多的生长激素 运动能刺激一系列的激素 能激活身体多个抗衰老机制 例如激活细胞自我清洁的自视机制 还有提高线粒体增强机制 为什么会衰老中 详细讲解了线粒体 线粒体是细胞的能量工厂 它们的健康与衰老密切相关 运动能够通过刺激身体分泌激素 使细胞内的线粒体数量和功能得到提高 通过规律而长期的运动 有助于延缓与能量代谢相关的衰老过程 这样看来运动是全面调动身体内部抗衰老机制的重要触发行为 就是说运动是身体全面抗衰老的钥匙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怎么做运动 做什么运动有助于抗衰老 其中详细的故事要从人类进化开始讲起 也就是两万年前智人开始讲 时间有限 这里就暂时删除五千字 有兴趣可以观看下一集 为什么运动能抗衰老 看到这里有人问 明明裸烟鼠是终身艰苦劳动 而你讲的是人类运动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对于人类来说运动和劳动是有分别的 人类的劳动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带有较大压力 以及不是心情放松愉快的时候做的 当然如果你的劳动是少压力而且心情愉快的放松的 那么恭喜你你是非正常人类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我们继续讲 人类的运动一般情况下都是心甘情愿的 心情愉快的 那裸烟鼠的劳动怎么可能延长寿命抗衰老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裸烟鼠的劳动是零压力的 这也是裸烟鼠非常独特的方面 裸烟鼠是极少数的高度社会化哺乳类动物 它们的社会结构类似于蚂蚁和蜜蜂 有着严格的等级结构 最高级的是唯一有权力繁殖后代的女王 中间级别是几个强壮的雄性裸烟鼠 负责配合女王繁殖后代 再下一集 也是最低的一个阶级 就是裸烟鼠的劳工阶级 它们有严格的精细分工 以及各工种相互合作 分别负责觅食、挖掘、筑巢、清理隧道、照顾幼宰 以及抵御外敌等任务 由于群体、成员之间的基因相似度极高 就如蜜蜂一样 在抵御外敌时 为了保护共同拥有的DNA的延续 每个最低级别的成员 很愿意为集体而牺牲生命 这种社会结构 没有社会成员之间的生存竞争 这是一种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的共享社会 没有了个体之间竞争及生存的压力 而且等级森严 裸烟鼠很难跨越阶级 也就是说裸烟鼠没有努力向上的路 也就没有了向上爬的压力 而且反正每一个裸烟鼠都享受几乎同样的DNA 一样的血脉,一样的血 换句话说 我的就是你的 你的也是我的 在这种社会中 无论身处哪个阶级和岗位的裸烟鼠 它们的劳动都认为是奉献社会 奉献自己的一大乐事 这样的劳动没有压力 有助于裸烟鼠抗衰老和长寿 科学家发现 压力刚好和运动是两个不同方向的身体开关 运动能触发身体的抗衰老开关 而压力正好是开关的另一个方向 是触发身体全面衰老的开关 因为一旦受了压力的影响 身体就会释放出一种叫皮质醇的激素 长时间高水皮的皮质醇会抑制免疫系统 增加血糖水平 这个长期增加血糖水平可是会严重破坏玻尿酸和胶原蛋白的哦 当然这个高血糖还会破坏很多细胞组织 皮质醇还会干扰睡眠 睡眠不好也就是破坏了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 而且皮质醇还会破坏脑细胞 特别是和记忆有关的海马体 皮质醇会导致身体处于慢性炎症和持续紧绷的状态 这种慢性炎症会破坏心血管功能和伤害皮肤 使人从外到内都加速衰老 人在巨大压力下一夜白头 这里就有皮质醇的巨大贡献 长期压力状态下的身体会出动端粒体加速缩短机制 使端粒加快缩短 而作为细胞寿命定时器的端粒体缩短 也就是身体衰老的加快和寿命的减少 这一切都说明了长期压力是身体的毒药 保持心理健康 减少压力是抗衰老的重要一刻 有兴趣可以留意之后推出的为什么压力是身体的毒药 好了时间过得真快 今天我们结合了人类抗衰老科学研究 向千岁老人裸岩鼠抄作业的时间到了 我们很庆幸 我们比在非洲平纪草原生活的裸岩鼠幸运的多 我们拥有丰富的食物 我们拥有努力向上爬的机会 我们的社会一直给人一个希望 只要你努力终有一天会成功 希望大家生活愉快 为了抗衰老做到三样事情 饮食均衡 多做运动 保持良好心态 多看看我的视频 留言和我沟通互动 相信会促进您良好的心态 对抗衰老有一定的贡献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桑桑